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我们一贯反对和谴责枪支暴力行为 我们向伤者和家属表示慰问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已经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通过多方渠道核实了解事件 是否涉及中国公民 截至目前总领馆暂未收到 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伤亡的消息 外交部级驻纽约总领馆 将继续密切跟踪事件进展 我们同时也提醒在美中国公民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保护自身安全 类似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事件 这样的悲剧 一再发生 与美国长期存在的枪支泛滥 和枪支暴力问题脱不了干系 枪支暴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 严重的人权顾及 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枪击之国 我们真心希望 类似纽约地铁枪击事件 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真心希望美国人民 能够过上没有枪击 没有恐惧 没有歧视的日子 他经常见 Fred 清理 优优独播剧sa 林之谈 他玉转